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終於入秋了 十月份仍然是二十多度 今年很反常 但也很開心 看到這麼多陽光 有黃葉 有紅葉 整個城市就漂亮很多了 我們今天會來到Richmond 跟大家分享一個新上盤的Listing 今次是一個大一點的單位 是一個比較適合大家自住的三房 1200呎左右的單位 它的位置是在Richmond Brighthouse area 比較近Ovo 我們現在這條馬路就是Elder Bridgeway 我們的屋苑的名字叫Temple 是未試過跟大家在YouTube上分享的 我們今天會分享一個單位 門牌號碼就是7708Elder Bridgeway 就是這個入面上去 這條街其實隔離一階之隔的樓盤 就是River 之前跟大家拍過一兩條影片 我分享過有些單位 其實就在旁邊走過來 我們這邊的話 最近的Skytrain站就在Lansdown 走過去8分鐘左右 Temple是由三棟樓組成的 ABC三座 我們今天說的是B座 也是最高的那一座 我們是一個11樓的單位 最高是12樓 我們就在12樓的下面 我們剛才走的稍微繁忙一點 Elder Bridge 入到這個Cedar Bridgeway就乾淨了很多 一圈下面都是Town House為主 到後面Lansdown那裡就有一兩間地鋪 那裡其中一間就是一個化形屋 所以其實我是平時去的化形屋 所以其實Temple這個位置 基本上我們有沒有Listing的話 都會一個月兩三個月就會來一次 待會如果師傅未下班的話 都順便進去探望它 大家看到上面三寶的位置 是它的平台花園 這個屋苑的另一個賣點 就是它也有一個挺好的會所設施 它是中間特別有一座東西 裡面是有泳池、有健身房 這裡就是7708停車場的入車口 大家駕到這條小街 拍下車就可以直接上樓上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上樓上的單位看看 它很搞笑的 還要告訴我 它的Strata 將這裡黏了磨砂紙 它覺得這樣會比較尊敬 進來它有Canada Post的快遞信箱 就可以放一些快遞在這裡 不是的 快遞放在這裡 兩邊都有的 然後有信箱在這裡 太大了好像塞不到我的箱就放在這裡 我們那個單位就在11樓 進來看到這些都可以提回 咦 沒了 這個 也提回大家 你如果住在那個建築 你就會在Notice Board看到這些 如果你是將你的單位出租 或者你的單位已經是吉了 你香港其他地方 都要定期留意管理公司的文件 譬如好像這些 冬天的Springler System 要去調整一下 去清理一下的時候 它都會要求某些車位 可能是讓開的位置出來 或者有些時候 從時間到時間 它可能是要去單位裡面 去測試你的Springler System 或者其他東西 你都要按Strada的規定 去開門給它 或者做某些東西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這些重要的步驟了 OK 好 哇 很多太陽 我們現在終於到日落時份了 這個單位是1208呎的三房單位 單位的另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方向 是有東南西三的方向 我們經過了一個短短的走廊 來到這個客飯店的地方 大家看到我前面是正藍 所以它有東南和西南兩個角度的光 所以這個客飯店的地方 由早到晚其實都很光亮 然後我們先看看廚房區域 它有一個很大的中度區域 可以坐到四、五個人 然後這邊就是直條形的廚房空間 雪櫃就是雙門雪櫃 牌子是Kitchen A 屋主在掛牌 以及搬出去之後 然後掛牌的時候 都已經做了專業清潔 所以整個單位都保留得乾乾淨 樓上也有很多的儲物空間 這邊上面全部都是頂櫃 這個是抽油煙機 這邊還有一個門櫃 下面是五個廚頭的主食爐 這是包在管理費內 然後下面就是那個焗爐 焗爐也洗得乾乾淨 然後隔壁的兩邊都是儲物空間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四格寄圖 三格小的和一格大的 这边就是开门的櫃 除了这边之外 洗手盘的地方都有很多储物空间 洗碗碟机就放在最外面 牌子都是Kitchen A 然后这里是两个Sink 下面的储物空间 这边也是打开大量的储物空间 微波炉和柜桶 我的厨房这边是向南的 直接可以走到露台的位置 大家可以和大家看看露台的方向 这个单位是因为有西南方 所以日落是很漂亮的 由早到晚都会光亮 我们可以看看方位 这边是向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招牌 Homesense, Winners 然后有Liquor 那些就是Lansdown Mall 由我们这个建筑 走过去的直线距离 大约是8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 Lansdown Mall 前面小小已经是Sky Train 所以我们最近的地铁站 就是Lansdown 这里由下面 Elder Bridgeway走出去 前面那条 是Lansdown Road 一直直走过去就是了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Richmond Pre-Sale楼盘 例如Lux 都说在那个旁边 那里有一个工地 所以再过多几年 看过去 远方那里 就会多几栋楼 然后这边 就是向正南 大家看到这一条 一路过去 向正南那边 那边看过去 其实就是Richmond Center 是下一个终点站 Richmond那边 之前和大家介绍过 其他屋院 例如Queentech 就是这里的建筑 我们走过去都很近 所以整个由Lansdown Richmond Center 来到我们这边 都有很多的配套 买菜的话 刚才走去Lansdown那边 方便 大概是8分钟 10分钟左右 就可以买到菜 但是如果我们说 最近的大统华 其实就是向西这边 这边是西南方 大家看到那边 我们现在直望过去 有几栋楼的中间 有个绿色的logo 其实那边就是大统华 那边的位置 那边就是Oval Area 我们走过去 是再近一点的 6-7分钟就可以走到 那边有个圆顶 其实就是奥运村 那个球场 那个运动场的位置 再远一点 其实会换到一些水 那边就是River Green 屋苑 所以其实Richmond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我们都开始逐步 设置了很多很多的屋苑 我希望我的目标 是可以将Richmond 所有的屋苑 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有多些选择 那这边就是客饭厅的位置 刚才说了很多次 会很光亮 那摆东西的布局 也会容易搞的 就是大家可以分到两个 这边有吊灯 就可以用来做饭厅位 然后这里可以 放个L-shape的梳化 那电视墙就在这里了 那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因为这间屋变了 也做了Virtual Staging 就是有几张照片 做了一些家具 让大家参考一下 将来摆家具 可以怎样摆 那好了 然后呢 我们看完这个Living Room Area 就去看看他三间房 首先呢 主人房在外面少少少 这边进来是Second Backroom 会经过一个洗手间 这个是客厅来的 那是三件套 有它的洗手盘 有储物空间 座廁和浴缸 然后进来 这间房间是向南的 这个是向东南位的 那边是Richmond SkyJune在后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三栋楼的分布 和中间的会所设施 我们是B座 另外有A座和C座 都是Temple的 那下面中间这一棵 就是会所 大家可以看到有游泳池 和Hot Tub 外面有一些小朋友 玩的Play Ground 还有很多险路的草坪 和休息的位置 那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间房和主人房 这一条走廊 突然是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 就有两道门 那这里就是 储物空间 加上Washer Dryer 那它用的是 威宜扑的大机 所以可以洗面 这也很方便 那这里有几个Shelfing 可以放到很多东西 来到这里 就是另外两间房 我们可以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 就是向西南 现在开始 已经看到日落的 直阳的光环 今天天气都算可以了 比昨天清了很多 这几天我们受山火的困扰 空气都一样 但今天已经好很多了 这个主人房 明显比刚才房闊很多 在这里放了King Size床 都可能还有位置 可以放到餐桌 不是餐桌 sorry 书桌的位置 或者放大的床头盔 这一幅可以是电视场 这里可以是挂画场 这里可以挂镜子 足够的长壁位置 是可以去布置房 来到这边 就有一个挺大的walk in closet 走进来这边 全部可以挂衣 大家如果想挂衣 再实际一点 可以再做一些closet 然后可以关门 有灯 这个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间 刚才2nd bathroom 是浴缸 主人房洗手间 就是shower stove 清得很干净 这些砖的垃圾 都很干净 纤维底盘都清好了 然后这边 就是有个medicine cabinet 这个建筑是2017年的 距离现在大约有5年左右的楼龄 我见居住也是保持得OK的 有少少的wear and tear 但都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下面也有些储物空间 给大家看看 好 我们就看看最后一间房 就是这一间房 它那个朝向的方向 跟刚才主人房是一样的 都是向西南 都是看到日落景的 这个房子都OK的 这应该是刚才第一间房最小的 也有双门衣柜 这个衣柜也是镜面的 方便大家照镜 那里面放空间也挺深的 有灯的 是的 这里每一间房都有灯的 刚刚我都想说 漏了 所以就算在夜晚也不会太暗 也不一定要用落地灯 免得阻止大家放空间 那来到门口这个位置 这个是冷气机的位置 所以这个单位也是有冷暖气的 就是吹风出来的 门口也有一个很大的窗户 所以这个单位的 储物空间其实很足够 两道大门 有很长的放置空间 足够大家可以放在鞋柜 清洁用品 吸引机等等 在里面的 那这个单位还有一个车位 一个装备 那我们有Tower A B C 我们是Tower B 那我们其实是09这个单位 那中间这个白色的是露台的位置 那全栋最高12层楼 我们是11楼 那另外两栋是矮一点的 9楼和8楼 所以这两栋其实是没有遮到我们的 我们看到的都是人家的屋顶 而且屋顶都不是全石屎那么沉闷 那Strada也是屋顶上面种了些草 那所以看出来就是很多green space 那另外可以看看Fall Plan 刚刚都和大家走过整个屋 其实都算是比较四方的了 门口进来就经过了主人房 大的walk-in closet second bedroom 这里就是很大的客饭 area 中间夹着个露台 另外最小的房间 和加上洗手间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单位的职 那挂牌价是99万8 那全屋是1208尺左右 那三房两次 然后下面有一个parking 和有一个locker 那这个礼拜会有open house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们约上 中央平台就直接有一个 中央平台就直接有一个 除了这些可以走的green space之外 还有一座东西 就是两层楼高的 那里面是有hot tub 有游泳池 也都有一些gym房 然后楼上就有party room 和一个高一点的花园 给大家坐下 那现在走的green space的位置 都是属于这个大家可以来的amenity area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游泳池 是室内游泳池 游泳池的旁边都有个热水 用一个hot tub的位置 好 然后我们去另一边 就看了gym房 走到来 这边外面还有些好像是假山 有些好像是报警 这样的东西 大家走到中间的时候 有些东西看下 有一个类似是 这些是什么 高尔夫球链接墙 这块草地那么有趣 有没有球场 不知道 有块小草坪 然后这里也有个小朋友玩的area 然后我们可以去gym房 看看 其实那单位看出去有远景 因为高于另外两个Tower A和Tower C 但是向下望都会看到 这个中央平台的位置 所以看出去感觉都挺舒服的 gym房就是这里 其实我们外面也会看到 有很多类似落地玻璃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机器 我们进去看看 它的机器也有几步 一路延伸到这边 还有个落地镜 也有个yoga room 好像是dancing studio 这边其实也是大窗 现在窗门关了 这里还有大镜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自己了 嗨 画院看看吧 这里有个好像空中花园 也是和里面的games room party room 相连 如果大家设计了房间 去开party 就可以用外面的area 我们现在转到楼的后面 这里是seater bridge 然后夹角十字路口 那一条就是land sun road 我平时差不多过来两个月 或者两三个月 有时懶惰点 去开的salon也是这一边 我离了这间房子 都差不多多久 我想都有大半年 可能都一整年了 都觉得去服我各方面剪得挺好的 所以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上面探订一下我们这位师傅 好了 让我进去看看 还这么旺 可能还在剪头发 哈啰 这个是V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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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在那里 我第一次来这间salon 的感觉就是漂亮 我觉得它比起 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记得我去 我那个是Mons 是尖沙咀 香港的salon 十间有八家都很型 很漂亮 但是来到这边的话 都不是的 可能在街市里面也有 大统华也有一个salon 所以很少看到 整个室内装囊 比较漂亮 它这里是Tample下面的地铺 所以一半是Open Area 到上面 这个楼底特别高 它里面都好像工业风为主 就是有很多这些比较粗狂的木头 再配一些好像是水泥墙的风格 再有一些是落地玻璃 我自己挺喜欢这种风格 所以来到这边第一眼的感觉都不错 第一次来 然后它剪完头发 我已经很满意了 它继续有用 而且后来 慢慢再过多一两次之后 都开始去做焗油 就觉得焗油的效果很好 其实我从小到大 每次去剪头发的时候 师傅都叫我做焗油 但我都觉得有什么好做 又浪费钱 但后来在焗油之后 我不知道是那些药水特别好 还是焗油就是这样 就会发觉头发真的顺滑了很多 再加上我上两次很搞笑 我老公常说头发太长 很蓬松 很噁心 我一直都不肯剪 上三个月前 开始试试戴到闊闊 把那把长头发剪短了很多 又是做焗油之后 就觉得原来都真的清爽了很多 然后我现在再看回 可能大半年前的照片 或者我的影片 看到我的头发又粗 又大 看一看真的不行 所以现在可能会保持着这个发型 不知道下次 再短一点 什么 再短一点 我老公说再短一点 其实已经长了 我之前剪的好像是剪到这些位置 现在焗油 已经焗了两个多月 应该可以再焗一下 其实如果用我来做一个模特儿来说 这边剪头发的价钱大约是100元左右 我用那个发型师 男生剪头发和女生剪头发有点不同 好像我的话 基本上是100元左右 每一次剪头发 这些男生和女生剪头发的不同价钱 都是见机于不同的发型师 有点便宜点有点贵点 另外染发的话 如果是女生来说 主要是看你头发的长度 好像我的话 差不多是200元不到 可能是肩及胸 这些价钱 如果你是很长的头发 便会贵点 如果是做护理 就是刚才我说 角蛋白护理 令我的头发看上去顺滑点 大约是300多元左右 那些都会看长度 或者有些时候 可能不是全头发的 做一个部分便宜点 好了 我们分享完这里 我都要约一约 再快点整合发 现在又开始差一点 各位朋友 如果你觉得我剪什么发型 会比较适合我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我下次可以试试新发型 我下次可以试试新发型 短发 多短啊 看是短也不乖 好了 哇 很多兔子 哇 突然间怎么这么多 哇 黄昏时分 动物都纷纷出来寻食 刚才我们走过这片草地的时候 也有两三只兔子 现在突然多了很多 哈哈 哈哈 很娇啊 有大有小 Richmond 这边真的有很多兔子 对吧 很多兔子 它马上背着你 哇 哇 哇 那只脚趴在这里 那只脚趴在这里 蛤 它不太怕人 怕你 哇 打了很多滑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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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 哇 嗯 endurance 对 对 着 感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